大家好,我是RS,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簡訊實驗字的開放資料問題 那事實上就是簡訊實驗字大家就是都知道嘛,就是你可能之前在就是外面可能看過就是各式各樣掃這種QR code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最早是在GNV Contact Tracing的頻道討論出來,然後後來就是被政府就是採納變成就是1922簡訊實驗字 然後也有人稱之為唐鳳實驗字,那總之這個東西好像那時候大家討論出來是一個替代紙本方案的一個不要讓店家收集到你那麼多個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因為大家有那個什麼驗光師就是去偷偷看人家的就是登記手機資料,然後後來大家對於就是登記實驗字的感到心聲畏懼 對,所以那時候有這種替代方案就說好,那我們就改由就是統一就是把掃了場所代碼之後就是寄到電信商那邊 然後由電信商儲存,然後等待如果就是衛生單位有需要異調的時候再為使用 那這樣子店家本身不會留到資料,那似乎平常也不直接存到衛生局 然後場所代碼和那個實際你去過哪裡好像也沒有直接的那麼明顯的聯繫就是當時有設計一個比較delicate比較細緻的一個方法看 看起來是蠻完美的 但是我們就會去詢問說好像其實從去年,因為去年是五月就是三幾年是五月開始嘛 那其實從去年到現在慢慢的就是大家好像現在也不太少簡訊時間制了 那到底這個東西成效如何其實一直好像沒有一個很好的指標 然後最近也到了簡訊時間制要續約的時候 所以呃就是要重新發報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討論說那呃像這種檢訊時間制目前到底有多少 然後實際上用它來疫調成效如何 那我們就試著去找它的這個資料 然後有一些呃初步的成果吧 那其實去找的時候就知道說到底簡訊都發在哪裡 我們就一開始是完全沒有頭緒 因為這個東西似乎在衛福部本身的網站並沒有公佈 然後然後那我們就去找後來去找到說 在因為跆拳會有去詢問 然後後來然後因為就是就是有各方的就是NG或什麼去push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說至少NCC的就莫名其妙的出現在NCC的粉絲專頁是NCC會幫忙公佈簡訊時間制的就是數量 然後他們會每週用做Facebook懶人包圖的方式 像這個樣子的公佈在上面 所以你是拿不到就是數據的資料 就是每週你就要去打開那個NCC的Facebook然後去重新整理 看有沒有push你的文 有的話你就要自己打進Excel 或是自己打進Excel裡面去做就是資料分析 甚至如果不小心就是因為我們也不確定他更新的頻率 他有時候就突然不更新 你遇到國定加入或是遇到我們不知道可能他休息吧 然後就不更新了 然後就變成兩週一次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就manage的就試著把它畫成了一個就是收集到了就是一定程度的資料然後把它畫成一個圖表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說從就是5月三幾幾天起來 然後有一開始有就是上就是上億筆的資料吧 對那到後來就是隨著就是疫情慢慢恢復然後就是開始呈現就是 瘋狂的下降那中間好像隨著幾次就算呃不論隨著幾次清涼或什麼好像都跟疫苗呃跟疫苗或是跟疫情好像沒有很明顯的相關 就好像大家從三級降到二級之後突然就是這件事情又不是一個非常呃嚴重的事情 但這個是最多是以週或是以兩週為就是週間 其實我們根本還是不知道說到底確切例如說每天什麼變化啦或是呃在不同場所甚至對疫調有什麼幫助 所以呃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說就是在簡訊顯示的那個有一個後來不是說民眾可以自行上網去查說 你有沒有被疫調人員調查嗎 那我們猜這個看起來貌似是衛福部就是那個疫調輔助平台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其中一個就是對民眾開放的其中一個功能 那一開始就是新聞報導剛出來的時候好像去年八月吧只有上面這個部分 但是到大概去年十一月的時候我們就突然發現說底下多了一個統計數據 然後這個就是沒有人沒有人沒有新聞然後什麼東西都沒有他就突然這樣不出現在底下 然後他就包含了一些有趣的數據就包含累積刪除的簡訊比數 那你既然有這個的話我們其實就可以就是每天去就是每天去抓我們後來就用那個有用wayback machine 然後有用就是人工記錄的方式試著去每天把這個資料記錄下來 然後呃因為用有累積比數啊所以你用累積的比數就是這一天剪到前面一天就會知道當天的比數 所以我們就會試著可以試著去畫出說哦那大概簡訊人知大概每天發送的比數是多少 但是這個我們還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到底是怎麼公布 因為他雖然背後是醫療輔助平台他一天只會更新一次或是但是有時候會突然更新很多次 甚至有時候就是不更新了所以我們一開始以為他是自動的 後來好像又好像是彷彿是有人工在後面去操作在倒資料 那這個系統到底怎麼運作就像一個謎團一樣就是一個黑盒子 那然後我們簡單把圖畫出來之後可以看到說其實還蠻有趣 就是從呃我們從開始有資料大概十月底十一月因為我們有回推嘛 因為刪除28天之後刪除所以呃他大概十一月多發現 所以我們往回推大概十月底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說隨著疫情的逐漸趨緩 然後就是檢訊人質的掃描是不是逐漸下降到就是爆發什麼那個中原院的群聚感染啊本土零確診 不論是呃疫情升溫或疫情降溫 大家好像就是那個波動就只是稍微被呃減緩或稍微被增加 好像沒有什麼很明顯的影響 那但是我們就會問說既然你都已經有一個就是資料公開在上面 那為什麼那開放資料在哪裡 那大家第一個就想到說要去查就是衛福部或是data的GTV嘛 但是上面都是一些就是什麼定點診所名單 甚至covid-19台灣最新的病例檢驗統計 是只有每天更新的就會把過去的資料洗掉 甚至說沒有分本土或是境外就是都是非常就是粗略的數據 或是都是不齊全的數據 而且疫情到現在已經兩年了就是再怎麼做資料 他如果舉得出手版總不可能就是公開的資料是這麼粗糙的資料吧 對那我們就一言不合就拆戰 我們把那個網站拆了之後發現背後其實有一個API 對所以我們後來就試著用json把它每天抓出來 就可以看到說他其實更新的頻率有時候是凌晨三點 有時候是早上十點有時候一天會更新三次 有時候就是四天才更新一次 就是我們完全不知道這個到底是什麼操作法 到底是到底他是真的API還是就是跟人家開玩笑說 ATM背後其實是有一個人在付給你錢一樣 對那這種開放做一半的行為就讓我們覺得非常的疑惑 就是檢訊顯示畢竟是影響大家就是生活非常多的地方 那甚至說台北通到現在一點公開資料都沒有 我們根本不知道台北通到底是做成什麼樣子 那像這種對大家個人資料對大家隱私就是牽涉這麼重要的政府的系統 是不是應該受到更高程度的檢驗 或是不是應該更把開放資料或透明做好 那這就是我們覺得值得討論的地方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就是請follow中原院資訊碼中心 看我們最近的就是這系列的文章 就是密切注意我們後續對這個的報導分析 謝謝